多数轻型汽车使用单片离合器,将发动机的扭矩传递到变速器的输入轴。 发动机飞轮是离合器的主动部分。 离合器总成压在飞轮经过机械加工的后端面上,随飞轮一起旋转。 离合器总成包括两个摩擦面的摩擦片。 有内花件的虫洞盘固。 离合器壳和压盘。 压盘有一个机械加工的平面,离合器总成还包括压紧用的摩片弹簧,分离轴成和分离叉。 离合器盖用螺栓安装在飞轮外圆端面上,摩擦片夹在飞轮端面和压盘平面之间。 摩擦片的压紧力,有摩片弹簧提供。 没有加载时,摩片弹簧自由状态是叠形。 离合器盖装在飞轮上时,钢丝支撑圈压迫摩片弹簧,使得发生弹性变形。 摩片弹簧变平,外端对压盘使加压力。 变速器输入轴穿过压盘的中央,它的外花件与摩擦片上的从动盘箍内花件配合。 随着发动机的旋转,扭矩通过飞轮传给摩擦片,再到从动盘箍,再到变速器。 踩下离合器踏板时,这一动作通过操纵机构传到分离叉和分离轴承。 分离轴承前移将摩片弹簧的中央向飞轮方向压紧。 摩片弹簧以支撑圈为支点转动。 摩片弹簧外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。 终于压盘的回位黄钩。 压盘离开摩擦片,离合器不再传递动力。 松开离合器踏板,使摩片弹簧回位。 离合器重新结合,扭矩又能传递。